大家好!欢迎来到MK2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由梁朝伟、王一博主演的谍战大片,电影《无名》即将于4月8日进行泰国粉丝场专属放映。 正式供应将在4月20日,泰国粉丝场开放预售,超大影厅,几分钟内全部售庆。 可见《无名》泰国影迷的疯狂。参加泰国粉丝场的观众还会得到精美周边。 还有粉丝专属订制票根可以收藏。电影《无名》近日还公布了韩版预告,韩国上映也进入了倒计时。 对于电影《新人王一博》来说,首部艺术片就勇闯春节档,内地拿下9.3亿票房,还能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,在海外也成绩不菲,这在《内娱同龄人》里还是独一份。 王一博生性绵善,性格低调。 长相身材都是绝品,被承尔导演多次夸奖有语言天赋。 《无名》很多日语台词都是承尔导演现场写,现场翻译,现场学的。 每点快速的学习能力,是真的没法拍。 王一博能够准确理解角色,亲自为角色赋予灵魂。 所以承尔导演才夸他已经是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了。 内娱有好多一无是处但到处虚假营销,诈骗粉丝的混子。 但王一博不是。 他始终有优秀的作品输出,他带给粉丝和喜欢他的观众的快乐是实打实的,而不是营销号吹嘘通稿里的海市蜃楼。 今年315晚会曝光了网络水军对互联网数据泡沫的推波助澜。 一个水军的手机可以操控2万个账号。 这些虚假账号可以活跃在网络任何地方。 所以很多我们看到的数据,都未必是真实的。 数据不可靠,只有作品才是检验一个艺人红不红、火不火、值不值得的唯一标准。 2023年已经过去了3个月。 4月1时,王一博的电视剧《风起洛阳》在北京卫视黄金档播出了。 《风起洛阳》原本是在爱奇艺平台播出的网剧,并获得了2021年优秀网络视听作品的殊荣,是上星播出的首部网剧,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。 《风起洛阳》还获选影视赛道2021年度十大国家IP,Top2。 一同获奖的还有《长津湖》系列电影和丁真的自然笔记。 凭借优秀的作品,传递正能量,给喜欢自己的人带来真实的快乐和自豪感,这才是王一博。 是君子,难免被小人纠缠。 但他生命里有太多事情要做,所以不给小人眼神是最好最直接的回击。 参加微博之夜那天,王一博一早就出去拍戏。 下午回来马上换衣服做装造拍照片出图,然后去参加领奖活动。 领完奖马上就走了,因为他晚上还要拍夜戏,他的成绩是靠他超越常人的勤勉换来的。 王一博永远专注于自己,他的目光之在自己喜欢什么,热爱什么,想干什么,想要达成什么目标。 所以也是内娱最有主见的明星之一。 他不会被粉丝裹挟,他的粉丝也不会手长地干涉他任何决定。 一人与粉圈之间必须要有这种分寸感,这种距离。 互不干涉,互相尊重,才是正确健康的关系。 但内娱也有不少拿粉丝当打手的人,暗中操控粉丝和水军斯番卫斯资源。 这样的一人,演绎之路是不会长远的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